字幕志愚者 ille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activ 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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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讲 最新来说大股情况是如何 以恒指来说 迫至高台附近24,600点 我们试过是对应有免的 现在的迫迫入793点 上到24,595点位置 分类指数继续是全线向上 总成交这一秒超过906亿 事关KonitaA股继续优势 全交易仍然暂停 提醒大家下个星期一双双恢复交易 留意到时资金流的动向和内地股市 有没有机会红盘高开 既然是这样 我们预先前瞻一下这一节 上一节我们说了一些煤炭股 今节继续是资源相关 但集中看金属商类型 金属资源股上升 暂时来说洛阳牧业带头起升幅到5% 五矿资源和中国铝业升幅大约在4% 而禁风方面进涨到3% 首在126.9的水平 看回禁风也算是今天升到50天线附近的水平 大概是127元位 现在守得住126.9 轻轻上升到3% 形态上有没有技术好转的迹象呢? 它反而我觉得明显是很转眼的 当然它由高位都调整很多 你看回那时候新能源的电力全部都是跌 如果你说以刚才提到的股份里面 我都觉得这种就比较可取一些 不论你在基本面那方面 或者你看回现在技术走势那方面 我觉得这种反而可以是部署 如果你说有货的 之前大家看到由高位滚下来都很害怕的 我觉得这些位置虽然130元是有少少阻力在 但是我自己看就说可以继续持有 那这些位置去买 那可能就未必我会一注去吸纳 因为它由低位110元之后 这位置都弹了差不多一成多了 所以可以等下再部署 或者是分段来去买 因为前排就好像在110元那些位置 好像有些承托 但是刚才听你说的就是说 尴尬在于130元门前 其实拉回去看的话 好像都未升穿了整个down trend 所以有点戒心 是的 所以130元其实都关键的 几次它去到那些位置又是穿不到 所以你说如果过去今次 如果买我就应该要穿位了 只不过又要试下来 不下去120元呢 我自己看就应该会是120元 130元的位置是整固一下 那接着才有机会是进一步突破 那如果你说这些位置 你去买住第一柱先的 那我觉得也都无妨的 好 暂时来说升至3% 那禁风来说要看它 可不可以升穿了重重的难关 都要判断下究竟目标税位有多大 暂时来看的话 给了目标价出了报告的大行 都维持一个正面一点的看法的 版面上富税大摩等等不是被买入都是增持评级 以个目标价高点的话 升价看到200元楼上 大摩都算厉害 看到199元的 如果真是越过了130元 这样去量度法的话 你心目中又会看到多少钱呢 我觉得如果200元就都很进取 当然你说早前其实都可以 迫的了 去年第三季 接近的嘛 跟着就落下来 所以我想这个都要看整个行业的发展 但是我在目前计算 如果200元你要整个行业 真是很要配合才行 但是这个阶段我觉得它升上去 跟之前就不太同了 之前你见真的一口气这样上 但是现在下来始终这个上面又累积了一些海货 每一次上去到某个阻力位 又见一些资金又开始沽下 所以我觉得是有机会是反复上回去的 但是我自己看 可能上回170元 180元的位置都已经是差不多了 而且不是短期的事 不是短期的事 是说今年有机会见这些位置 今年也是以一个中期的座位目标 看着170元至180元的水平 好 暂时来说 这风是首在127元的水位 好 谢谢Karlita和我们分析 节目时间差不多 我们再有时间 谢谢大家 再见 一节假游园场 看到港股款年第一个交易日气势如虹 下午还升七百多点 目前24571点到复备 今天多个板块都急升 包括金融股、科技股 都是有份支撑大市 最高位上24609 升幅接近800点 目前只是升幅稍微收窄 成交累积到926亿多 好 继续看恒生科技股指数 今天一直保持升势 因为升幅扩大到3%外 到5581点 升165点 好 看看做药股这下最新的变动 腾讯升6.6 迎副基金今天升7.2元 升幅超过3% 阿里巴巴升了半成 外涨120.3元 就会控 今天抱着年约上高位 升幅超过半成 去到逼近58元的水平 升幅2.85元 恒生中的企业升幅2.42元 升幅接近3% 好 继续看第六至十位 有帮保险今天都进涨4% 有份支撑大市上到84.5元 美团升8.2元 港交所去到442.2元 升3.8元 京东今天都进涨2% 中国移动升幅3% 亦有份破位 目前去到54.4元 好 现在是时候看其他蓝筹股的表现如何 除了汇空有帮保险 中移动向上之外 港交所叫做 升幅跑速比其他股份 煤气方面都进涨到1% 去到12.16元 升到1.6元 好 看看科技股 这下来的升势如何 今天来说 普遍都可以向上 特别是腾讯 升多一些 接近今天曾经见过一个月高位483元 目前升7.4元 去到升幅超过1% 去到479.4元 阿里巴巴里进涨5% 跟回外围中概股的升势 至于美团进涨3% 京东叫做主席 刘强东 将会捐赠超过120亿股的股份 给第三方基金会 今天都涨到2%国外 至于其他小粒一点的科技股 包括百度 Bilibili 升幅有4%至5% 双汤都反弹到7% 上回到6.8元 看看银行股的表现 因为英国商价不够两个月 再次加息 压抑通胀 今天回控 进涨5%国外 英镑也有些支持 今天去到58元 回控升2.5元 渣打也有些英国商卦 今天升幅5%国外 还在憧憬其他联署局等 将来三月份 甚至今年有机会启动加息周期 中日香港恒生和东亚都有所进涨 升幅2%至3% 还有汽车股 陆续公布这些销售的数据 看到今天比亚迪表现都飙轻 上个月整体汽车和新行车的销量 都是一年以来首次按月转跌 不过新行车的销量按年大升超过3倍 今天来说比亚迪都升到7% 理想汽车看到上月的交付量 都按年增长超过1倍底下 今天来说在港股这边都抽升1.2% 虽然之前一大论沽压 小鹏汽车上个月交付量 虽然多过上汽车 按年同样倍增 不过按月来算 都有减到1.9% 不过今天跟着整个板法向上 小鹏汽车升幅1.1个外 至于隔离汽车仅上百分之三 上百分之17.26% 长城汽车都升到四毫子 看完体育用品股 今天内需股也有不少资金追捧 今天李宁还是升幅第三大男丑 他申请ASPEC的上市 向港交所提出申请 今天升幅7% 董澳今晚就会开幕 不知是否这个因素 也炒起一众体育用品股 特别安达体育那方面 也是升幅超过6% 表现升幅第六大男丑 去到124.2% 至于特别追捧4%上来 去到近五个月的高位 偷博也升8个先 至于油价方面值得跟进 因为都是向上一波节目时间 原来差不多 多谢收看 欢迎收睇楼市速递外 单位实用面积650尺 外望东南原景 原业主最初以1060万去放售 最终减价90万以970万去沽出 虽然比起同类单位的市价低大约30万 不过以原业主在2007年405万的买入价去计算 账面仍然赚超过560万 单位升值1.3倍 至于在大埔 有半新盘业主趁单位纳税期过去随即埋楼 在白石角的日龙湾8 一个中层两房实用面积490多平方尺 以825万售出 实用尺价大约是16700元 根据代理提供的资料 原业主在2019年以658万去买入单位 持货三年压印期 满之后随即是沽货 单位升值两成半 账面获利160多万 借我买嘉宾出来谈 身边有Derek在 Derek,新年周末好 你好,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买善意 踏入农历新年,也要前瞻一下 传统上,看衣服的活动不太活跃 今年是否和广年一样比较淡静一点 是的,没错 今年因为刚刚农历新年过年前 出现了一个社区爆发 而且持续一直保持严重 整个星期都是过百中的水平 令到市场气氛急转直下 所以我们看到过年那时 一、二手交投都是非常淡静的 只是有零星的成交而已 比起去年的情况弱了很多 去年其实刚刚的疫情 2021年年初是缓和 当时农历新年前 已经出现了一个小阳春 之下的小阳春更加延续到农历新年之后 三、四月都是一直很旺的 最近以南筹牧丸 也有些出现过减价或低市价的成交 和你刚刚说的那些 会否有啟示 或者说买卖双方现时的取态又是怎样呢 这一轮就因为变种病毒爆发 再加上其实未来就有一个加息的趋势 通关也未有进一步的消息 所以那个业主是处于一个弱势 有些业主想快点出货就唯有减价 相对来说买家就处于一个强势 见到买家有很多都是趁市势去压价 想趁低吸纳 所以这个业主和买家的取态就是这样 见到业主那方面 可能取取一个比较减价的策略 买家就希望趁一个比较低的价钱 就出动去买货 我们也看过报告上 牛年的一二手量和值 即价钱方面都齐齐有得升 估计虎年刚刚才第一个开局的日子 可否守着这股升势 随着农历年之后小洋春一起爆发呢 这个就原先大家都预期来的 大家都希望是这样 不过能不能达到就要再观察疫情的发展 因为我们见到农历新年多了一些市民聚集 见到政府都预计可能之后爆发的情况会更加严重 政府可能不排除会实施更加多隔离的措施 如果真的这样的情况 就可能影响到新春之后的小洋春出现的情况 不排除会压后一点 可能要去到三月才真的有洋春的情况出现 如果是众观点去看的话 现在就虎年楼市的动向 有没有说要特别关注哪些因素 现在一定是疫情的了 要视乎疫情的发展趋势 另外三月份未来就要关注美国的加息幅度的情况 另外经济方面和失业率的情况 可否继续维持下降在低水平那里徘徊 未来一点还有很重要的 就是今年虎联政府会缓戒 特区班子的转换 会不会在楼市政策上有些大的改变 新政策的出现 这些因素都值得留意 我们先看一手方面 直到去年年底 新盘的货尾是属于近七季的新高 这个数字背后的原因有什么呢 以及会不会是关乎到 刚才我们说到的疫情因素 还是市场的消化力又不够呢 这个和疫情都一定有因素在 因为去货速度是慢了的 我们也看到去年其实有很多 已经拿了预售楼花的新盘 甚至已经变了现楼的 都是没卖的 当中其实有很多是豪宅项目 因为是这个封关的关系 发展商也都hold住 有14个已经拿了预售 当中有7个是这些豪宅项目 这些就令到货尾是多了 今年有没有办法可以重拾动力 你刚才说到豪宅的话 今年要视乎通关的时间表 你可不可以推进 没错 豪宅来说 因为其实都 锐意是吸纳一些内地的市场客源 所以一定是要通关 才会加快到这些豪宅的去货的速度 相反中小型住宅 就可能在本地的消化都OK的 好 今天谢谢Derek和我们分析 有很多一个玩乐空间 所以都经过试心设计 不仅打造了一幅烹石墙 也安装了蓝球架 沿着楼梯来到最低一层 全层都是用来做主人套房 面积大约300尺 主人房整体感觉减薄 放了双人床 入场柜容量大 镜面设计可以扩大房的空间感 爱好享受生活的业主 特别将浴缸放在窗前 可以一边浸浴 一边欣赏窗外的景观 放松一下心情 而为了方便平日使用 在浴缸旁边都增设一个洗手盘 至于图瓷情长形 整体保养良好 靠窗油棋缸 业主在2008年以5000万买入单位 现在连车位的叫价是 一亿2800万 如果想看竹本的刑舍潮流 请留意今晚九点 无线财经资讯台 天天有楼看 新闻财经资讯台 新闻财经资讯台 上半年的内部职效目标 集团表示 今年的发展势头令人鼓舞 虽然近期市场关注通胀 预计未来加息 和供应链进颈等的情况 但集团仍然将会实现 今年上半年的内部职效目标 并且有信心在新一年 业务持续表现强劲 因为推出生产品 在营销方面作出进取投资 并且尽推行严格的供应链管理 和生产计划 内地农历年头三日 票房收入超过34亿人民币 根据国家电影局初步的数据显示 正月初一至初三 内地电影票房达到 34.7500万元人民币 日均超过10亿元人民币 三部主流电影的票房 达到20亿2500万元人民币 占总体票房收入五成八 根据猫眼专业版统计 截至星期四上午九点 内地春节新片总票房 突破38亿元人民币 内地电动车生产商小鹏汽车 上个月交货量 按月跌近两成 去到12922家 但按年计就增长超过1.1倍 并且是连续五个月 出货量超过1万架 公司说计划在今年一月底至二月初 利用春节停产期 对小鹏兆兴基地开展技术改造 有望更加有效 满足2022年预期的增长 财经消息看到这里 多谢收看 欢迎收看下午的二栋追击 下午二栋追击 和大家看看233100 股份今早早高开超过4%之后 就越升越有 升幅都逐步扩大 最多来说曾经升超过7% 高位上过81.2以上 最新都挨近中高位附近的 升到8% 升到5.9毫半 现价81.3% 成价股数方面超过800万股 这只股份我们马上找到身边的嘉宾 KK在这里和大家看看233100 KK 你好 Hello 你好 KK 不如和大家看看 今天233100是什么原因 其实今天整个体育用品都做得不错 只不过是当中抽一张里面出来谈 因为它的升幅相对显著一点 因为看到他们今晚有个冬奥概念 不知道是否大家都是在研究这件事 今晚开幕 这些国家的品牌可以受惠 始终见到李宁的股价也反复一点 还有李宁自己今天也有个消息 就是主席发起一个SPEC的申请 到底其实是在研究什么呢 两天都一起研究 因为你看回其他的体育用品股 尤其是一些国产品牌 今天的表现都相当不错 所以一定是跟东河有些关系 因为你比较整个大市气氛虽然好 相对来说他们的升幅会比较多些 而另外就是SPEC 因为大家对于SPEC 可能都有些冲景 虽然就未必会直接 和上市公司会有些关系 但是会不会在之后 就是经过这个SPEC 会令到可能李宁这间公司 会更加多一些发展机会 甚至乎在拼扣里面 都可能会有关系 所以在今天的市况 气氛这么好之下 就几样因素都有关系 但其实这个会不会 只是一个短期的因素 因为东河也是一段时间 查这个SPEC 都不是直接受惠 其实大家是否不应该冲得这么劲 是的 因为如果说东河 或者我们说的 一些大型体育用品的赛事 它为什么会炒得起一些体育用品股 就一定是期望 有些大型的体育赛事之后 销量会因为这样而增加 但是东河就比较特别 就是东河你不会因为这样 而去买多一对跑牙去做运动 就比较间接一点 有时你是要和那个赛事相关 大家都知道 东河也是一些冰上 或者是冬天的运动赛事 比较多些 但是其实李宁 甚至乎大部分的内地品牌 其实那个设备也好 服装也好 也不是很相关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销情来说 就应该不会太多 还有很多时候 就是看用品赛事 就算给你炒 它都是走一阵 就是开幕的时候 又或者开始了 放烟花 那时候股价可能是短期练顶 所以纯粹去看回以往 甚至乎比较基本面少少的 我觉得今天就 如果它冲下去 就有少少不智 不过如果在今天之后 真的销情有帮助 又或者说股价 开始会再出现一些技术突破 有资金流入的话 再去追溯未迟 今天应该反而小心一点 是的 还有讲到冬奥 冬天来说 不是到地方都需要穿这么厚的衣服 玩到相关的运动 对不对 是的 所以其实对于销情 是不是帮助得很重要 反而你看会不会是 波斯登那些做冬天的 反而那部分的销情会有些帮助 所以暂时来说 我觉得这些股份有少少气氛推动 这些股份 我们都看看公司的前景 有没有什么提 因为看到譬如说 汇丰研究 就觉得对他们李宁的前景 就审慎少少 就觉得新一波疫情 和消费者的情绪 减弱了一点 对整个行业都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预期李宁安踏和特报 今年的市占率只是增长1.5个百分点 去年来说就增长到3.6个百分点 这些股份预期李宁安踏和南 KK你怎样看这个情况 是的 我觉得今年整体的表现 其实你看到一些行股 未必会太进取 因为去年的基数效应 你看到也不单止是汇控的 其实之前也有些大行出过报告 预计今年都会放缩 不过有一样东西 我觉得可以说是 都要亮点 你看到大部份都是股收入 年增长不算很多 即是两成 但是到税前利润率 又或者整体顺利方面 增长都是比收入快的 即是公司可能是产品结构 又或者在管治上 令到顺利会增加多些 如果你这样看的话 这些公司的发展前景都是利好 只不过可能盈利预测 是跟之前 即是去年全年数 又或者目标价 可能就会有少少支 这个也是很多股份 即是看它的用品股 为何它会由高位跌下来 因为大家觉得高增长 是跟以往来说 会有那大分别 但是股价方面 我觉得就反映了部分 那大家还买不买得过呢 如果真的一阵 用品股来说 因为由 拎龙历年之前 假期那段时间来看 今年来说 看到里领股价 累积都回落大概一成一 暂时都叫做跑雪安踏和特步 是否里领仍然有一个追落后的成分 在这里 其实里领追落后的机会是大的 有个假设 就是气氛将会持续 我觉得里领是一种 我自己一种 那么多种的用品股 最喜欢的那种 因为相对来说 它们在品牌的价值 增长会比较快一点 因为它们的空间会比较大 而其次就是 在过去一段时间 外资可能主要都是看着安踏 这些有拼购品牌的概念 反而就里领自己国潮品牌 又或者它们的价值提高 就不是说太贵 相对来说我觉得它会便宜一点 只是现在比较尴尬一点 因为它又去回一月那些高位附近 就是横行平台 你是要有待突破 才可以有机会追 如果不是的话 可能第二天回来 下个星期一回来 又在横行区间 但有75元给你再买 也未定 所以买的话 我觉得短线要小心一点 中长线是看好的 还有什么风险因素 大家都要留意 会不会在它们的电子商务方面 大家要再改善一下 才会稳定一点 其实它们在电子商务方面 之前都应该有个高的增长出现过 大家可能觉得 会不会还可以有个高增长 但我觉得这一部分 都有些信心 因为你会见到很明显 它们的增速虽然没有最初 因为基数效应 但现在他们说的收入的佔比 仍然是低 而其他就是 无论是成本 譬如今年的成本 会有机会改善 我觉得这些 都是会令到它 未来的股价 可以仍然有个高估值的因素 不过这一个 就真的要去到 它们出个业绩快捕 甚至乎全年业绩才看得清楚 好 谢谢基基 和大家看2331 和大家聊到这么多 休息一会 恭喜恭喜 新的一年 祝大家投资得心应手 身体健康 今年来说 我自己看好这个航文版块 最主要我们看到 各港口滞塞会持续 另一方面来说 就是新的船队投入服务 就不是那么多 所以预计来说 各国的运费 可以持续在高位里培回 当中我特别看好 就是集装商方面的 航运的版块 Lee Presidential��анд, takes a business 这个贯 pues Web MBA 我们好 neste节目时间 身边嘉宾 继续有KK 在これで陪伴大家 KK你好 和大家更想看 港股最新的情况 见到港股 下午就升起 早初的高位 上飞 bonus 100天线 一度来说 升幅都有800点左右 暂时有中高位24609点 最新盈指升767点 最近24566点 暂时看到各项分类指数都有得向上 成价方面超过1023亿 至于港股后市方向 都要请教一下KK 看到今天港股下午都相对厉害 都继续继续升势 还升出早上高位 终景下个星期又回北水 A股都回事了 港股来说会不会有更多突破 当然 如果你说A股做得好 当然可以令到我们再推高多些 但期望就不要太高 将期望放单低一点 我想有主要几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就是 我们今天升 虽然升七百几点 但有六百几点就是我们假期期间 可能外围方面做得好 但昨晚你见到美股方面 个别股份一下去都下得很快 所以会不会是过晚闻烟呢 我觉得不排除这个可能 而其次就是北水回来 其实都要看看 资金是否仍然是 会看着股市 因为会牵涉几样东西 接下来要炒一些经济数据 甚至乎大家又会看着 美元太强的话 可能人民币药 人民币药这股未必太强 所以暂时来说 不要看太多 看多都是四五八点 看着两万五个位置 因为这一转 其实它都未是叫突破 就是之前一个叫下降的形态 虽然之前有两个底 又或者现在都开始 有一个倒形底出现了 但期望就是 来近几天 下个礼拜 当北水回来之前 其实那个行指都可以 收到今天低位 如果收到的话 即是两万四千一的位置 短期都收到 情况技术走势又会好一些 可以再提高分析 机会大一点 即是两万四千一这个位置 相对重要 大家看实一点 是 最新行指升幅 也有百分之三以外 继续在中高位附近 两万四千五百七十四点 再和大家看看 活跃港股来到这一刻 有些什么 有点腾讯排在头位 升幅百分之一以外 股份都见着一个月高位 最新是479元 至于盈富基金都升到3% 阿里巴巴升超过半成 现价120.6元 汇丰控股升跨近半成 股价都见着52周高位 恒生中国企业升跨近3% 现价报87元 第六位 看看吧 第六位有宅有邦 升幅都有半成以外 84.8.5元 下午都升多了 美团方面都升3.2% 报226.6元 港交所升1% 京东集团都升1% 中国移动都上榜 最新升幅超过3% 升1.8.5元 做54.3元 看看大家关心的主要蓝策股有什么 汇丰控股升埋近半成 报57.9元 港交所升1% 煤气方面都升1.1元 升1.4元 报12.1元 事不宜迟 这一节我们都和KK 听一下家庭观众电话 李小姐都打进来 你好 云李小姐 你好 你好 我想问问KK 新年快乐 大家身体健康 我想问 1.833元 平安好医生 我80元买 请问可不可以再加注呢 因为一些结度那么低 是的 纯粹加不加注 我想有两个考虑的 第一个 就是市况是否真的转强得很重要 连一些丑股都大幅 而其次都是要看基本因素 我觉得以今天的成交量 其实虽然都有增加 但又不是说多得很重要 气氛刚才说了 你真的要上2.5元的行资向上 这些股份翻山机会才会比较大 我觉得你可以加上一样东西 就是拨接近的行资都是上2.5元 这一阵会炒一阵短 但你就不要期望你说 就是你之前的高位 混合货真的会升太多 还有它的基本因素 我觉得不是太强 尤其是你可以玩短的 但是你要在业职之前 又或者你真的要拨它刑警出之前 就走浸短就算了 因为它的经营状况其实有点担心 就是它是客多 不过做不到生意 亏损到抗大 这个上半年都知道 所以它发刑警的机会大 我觉得你中长线就难拨一点 纯粹是拨一阵很短 我觉得30元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说25元拨30元 拨5元就走去就算了 但是你说中长线持有点保留 我看到今天来说 都达到差不多4% 现价拨25.6毫半 我们再帮下另一位家庭观众 黄小姐都打进来 你好黄小姐 是呀 是呀 你好 你好 你好黄小姐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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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了黄小姐 想问哪一只股份 我想问它是长城汽车 去到多少走呢 你几次买的 是呀 我34元 有些34 有些33 有些33 不用多货在手 是呀 是呀 嗯 好 我没有见十多二十万 姐姐 嗯 好 其实车股呢 你看到这一阵是真是弱的 甚至乎你见 今年的事升 但你见升的幅部非常之小 所以你说 什么时候可以回到你家乡 我觉得呢 你都要等一段时间 尤其是呢 是要等 譬如说那些零部件 即是供应链不太大 甚至乎会不会长盛 它在去年全年 那个业绩快捕一样的 所以你会见到气氛 对于它来说呢 都一层八彩股价 但我觉得有一样好 就是它暂时来说呢 你在这些位置 即是去年的第二季呢 都去回一个M字形这样上 你落回这些位置呢 短期一旦 但你不要打算弹得多 我觉得你 如果你说三十多元那些位置 那么高买呢 那你大约看着 之前这一个的横行区阻力 大约27-28元左右呢 就是你的反弹目标了 就尽了 所以长线来说 我觉得它还有机会 但如果你说短线呢 我觉得这一阵呢 就未必会升得太多了 又或者再保守一点点呢 都在十天线附近22.7 至到23.8左右呢 都差不多是一些很大的阻力了 嗯 既然是这样的话 即是连构也不要构了 我就不是建议构货了 除非再一次 给你20元以下 买到少少货 那如果你说 隔一两元OK的 但是你说 刚才我说 二十二个半楼上都很大阻力的话 那你一定要便宜 那你才可以跌到短线 那我觉得 技巧方面 也都有几大难度 所以 不太建议去跌这些位置反弹 嗯 还有其实为什么 看到长盛汽车的股价来说 它的移动也悶一点点 因为始终 譬如说 有时车股升 比亚迪吉利那些 升得多 反而其实长盛的升幅 又不是很跟随 是 因为大家之前对于长盛 有个比较大的期望 它当中是一只资金 觉得它前景最乐观的股份 但你看到去年第三季 从第四季开始呢 它的股价就开始走样了 那因为呢 已经是增长不在了 甚至乎都是要跟着同业 这样做得差 那刚才说过 你加上快步 整个气氛都弱的话 股份就难比较反弹一点 反而呢 今天你会见到 那些新能源汽车股份 反而做得好一点 那如果你说 真是要买车股的话 駁回新能源 我觉得一个短期的升幅 甚至乎一个中长线价值 反而它们还可以炒一下 新能源汽车股 是不是小鹏理想汽车那些 还是选择比亚迪 比亚迪 比亚迪一手比较贵一点 是的 但是我觉得 它们上升的价格 空间会比较大 所以我觉得比较稳定 比亚迪 另外那几只呢 因为今天升得真的太多了 我觉得小鹏理想也好 是的 又升多了一点 是的 都一成多了 那这些位置是否更薄呢 那不如再看看今晚美股 因为美股如果短期之内 那些高股值股份跌的话 我觉得它们还有一些调整机会 反而如果反过来 你有货在低位买呢 这些位置应该考虑一下 大家可以追secq 有人每天东西要下一货 %$$%&$% rural 我可以在以上当代当 tournament 而且今天整级车股来说 你毒进去幾次比较少 就做得na 有双方带 7什么 mobile awareness 如果每个人都革命 因为icio市有区副 或者他能公安 ô n 这一层 conta 看到Meta即是Facebook那邊在美股 其實都突然之間因為盈利預測 比市場預期非常之低 它的股價都會很深 暫時來說我覺得這個價格就不太直撥 但如果你說中線一點 除非你入真是兩柱 這些價格你高出一柱 你預多位是140甚至130元這兩個大底 其實之前做節目都有講過 140至130元真的可以博一下 不過就彈花一現 你看到假期之前都曾經出現過 但是暫時來說你博短線又不太多 160元可能作為目標 所以我會建議的話再等一等 140元這個範圍之內你先去買 見到今天百度都跟隨承扎科技估有得升 最新押近6%的升幅 保近152.4 我們再幫完生解答 172.5元買創貨 怎樣保存好呢 暫時繼續拿著 我覺得創貨今天就有少少突破了 你看到大成交了 但就未去到20天線 因為20天線之前都是這兩個頂就打回來了 不過成交配合之下會不會有機會 真的行一個很明顯的反彈的情況呢 如果你說以反彈目標 上回到170元 機會是大的 不過暫時來說我估計呢 可能先去到150元 所以如果你高位有貨的話就繼續拿著 好 今天藏貨都升超過百分之百 報138.6元 再跟進一下恆子來到這一刻的情況是怎樣 見到恆子最新來到美市 最新升到768點 24570點 成家方面超過1068億 這次謝謝KK和大家聊了這麼多 節目時間都夠了 一會兒收視大檢月 農曆新年 新春排隔 大家在未來這一年股運亨通 今年留意國內自己本身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 可以有一些板塊 像金融股類別 或者一些元宇宙概念的板塊 再加上新能源汽車 數數數數 很多很多今年都可以陸續留意的板塊 所以希望大家今年多賺點